万里区野柳公车站是旅游观光门面 因此里长与居民也期待能够新增后车亭 提供在地居民还有游客后车的时候能够遮风避雨 而今天立委黄国昌服务处也到现场来会看 万里区野柳是国际观光的重要地点 不过是有民众陈琴 野柳公车站后车是没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后车亭 如此不仅地方居民后车不便 外国的游客更是要在刮风下雨的天气 后车无处可躲 因此今天立委黄国昌服务处也发起会看 邀请交通局台电公司以及北关处人员 来商讨新增后车亭的可能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站牌是 现在连遮风避雨都没有 今天会看是请我们交通局 还有我们黄国昌立委的办公室 来这么会看 请我们交通局能够帮我们先做个后车亭 对面的也应该要做 因为旅客同样那么多 但是对面现在还有没有空移的 多余的空地出来 所以说这个要等交通局带回去演艺之后再决定 立长表示野柳公车站是旅游观光的门面与枢纽 有六个号次的公车行进这里 多有游客到这里下车 回程的时候也都会选择从这里回去 不过北海岸夏天太阳高挂 冬天东北季风又会刮风下雨 因此期待能够有后车亭 提供在地的居民与游客后车都能够遮阳避风雨 天气比较多变 那可能需要一个遮椅棚 然后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我们的附近民众 还有我们的游客 能够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来等车 那毕竟这个地方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因为包括这个国外的背包客网站 都特别把野柳的这个区域 也特别的把它说出来 把这个问题点也提出 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地方政府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接获成情 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地方来做一点事情 那在这里呢 我们有请这个交通局的部分来协助办理 那包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的遮雨棚 会有一个两米高 深度是一米五 然后长度这个地方是三米左右的一个部分 先请来做施坐 那在对面的部分呢 因为它可能需要还要再评估再设计一下 那台电有合一 就是说那个电线杆的部分呢 它会如果因为在那里有增设这个后车停 会把那个电线杆给它移开 在会看当中 有交通局人员屏幕最基本的后车停设置长宽高 在野柳站往台北方向的车站 可以新增后车停是没有问题 不过对象往近深方向的车站 因为腹地太小 如何施坐 还要再带回交通局来商讨 若是未来要施坐 台电也承诺 要移电感不是问题 六红商服务处也期待 让双边的站牌都可以增设后车停 让游客居民后车更加的舒适 记者大平函万里菜风报道